第538集 暗黑手段 令狐兰星快步走到了莫英泽的办公室门口 只敲了一下门就退门而入了 在整个英泽集团也就他有这个权利 龙市长来了 见不见 令狐兰星根本无任何称呼 直接说事 这也是他特有的权利 其他人见了莫英泽 哪个不是唯唯诺诺的尊称一声董市长 不见 就说我不在公司 莫英泽皱眉说道 我觉得您还是见一见为好 无论说什么都不能躲着 现在您躲着他 到我们用他时他也会躲着我们 行与不行都说到明处 令狐兰星说道 但是莫英泽摇摇头说道 你不明白 龙顶天是个记仇的人 如果这次的事我们不答应他 这就算是结仇了 无论这件事处理的后果如何 他都不会再站到我们这一边 换句话说 我和他的缘分尽了 令狐兰星无奈只能是点点头 莫英泽有时候很执拥就连他这个枕边人也劝不下来 令狐兰星走了出去 但是没过五分钟又再次急匆匆的走了进来 看向莫英泽说道 龙顶天被总经理请过去了 我想你还是见见他吧 令狐兰星说的总经理 当然就是莫英泽的儿子穆正奇了 这一会儿的功夫 龙顶天居然被穆正奇请到了办公室去了 其实是穆正奇从外面回来 见龙顶天在楼下 所以才邀请他上来的 这个混账 简直是成事不足 败事有余 莫英泽此时正在练习毛笔字 听到这个消息 把毛笔一下子给戳断了 龙顶天跟着莫英泽一起到了办公室 看了看这里的环境 虽然和上面莫英泽的面积差不多 但是这里确实像是一个办公的地方 而莫英泽那里呢 完全装修成一个吃喝玩乐的地方了 当然了 他还是第一次来穆正奇的办公室 龙叔 随便坐 喝茶还是咖啡啊 还是喝茶吧 咖啡喝不惯呢 龙顶天说道 于是穆正奇开始洗杯子 将茶盘端到两人的中间 开始为龙顶天泡功夫茶 龙叔 请 穆正奇将一杯泡好的茶 亲自端给了龙顶天说道 谢谢啊 没想到你还懂茶道啊 龙顶天笑笑说道 龙叔 咱也不绕圈子了 您还是为了文汉的事来找我爸的 是啊 这个不成器的东西 我这一辈子都要栽在他身上了 龙顶天很落寞的说道 曾几何时啊 穆家父子都要养他鼻息 但是现在自己紧紧求他们这一件事 穆英泽已经开始不见自己了 好在是穆正奇还会见自己 所以有些话 也可以让他给穆英泽带个信 唉 这些年 我们公司有不少地方 都是仰仗龙叔的帮助 按说这件事 我们得帮 但是现在我不当家 还是我爸说了算 而且新来的负责筹备上市的副总裁 也一再的劝说我爸 说这块地必须得拿下 因为这样 我们才能把股票的发行价给拉上去 所以我现在也真是没办法呀 穆正奇的话代表了此时英泽集团的心思 现在英泽集团一切的工作都围绕着上市 为了上市要拔掉一切障碍 对于一个房地产公司来说 大量的土地储备 是竞争的资本 而且现在的土地行情一天一个假 土地就是财富啊 我知道啊 所以我现在也见不到你爸了 我想说的是 这些年来 都是你们在求我办事 我该办的办了 不该办的也办了 你们以为他们这次拿出文汉的事说事 仅仅是因为龙文汉吗 错了 这只是他们其中的一个目的罢了 如果不成功 下一个目标就是我 而这些年来 我和英泽集团是什么关系 他们心里和明镜似的 我要是出事了 你们还能顺利上市 这不是痴人说梦吗 龙顶天终于放出了狠话 穆正吉脸色一变 他没想到龙顶天会说这样的话 但是他明白 这话实实在在 一分钱的水分都没有 的确 龙顶天这些年支持英泽集团 干了多少违法乱纪的事 穆家父子心里明白 龙顶天心里也记着呢 龙叔 事情还没到那一步 还是得好好商量一下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吧 穆正吉善善的说道 他现在想的是自己 多亏把龙顶天叫了上来 否则一旦龙顶天出事 他们可就真完了 我也想好好商量一下 这事怎么办 但是对手已经不给我时间了 我想说的也就这么多 你和你父亲说一下吧 何去何从 由他决定 龙顶天说完 起身就要离开办公室了 这个时候 穆正吉的办公室门开了 穆英泽带着令狐蓝心 走了进来 哎哟 龙市长 怎么到这儿来了 走走走走 去我的办公室吧 穆英泽笑着 向龙顶天伸出了手 但是这一次 龙顶天没有笑脸 更没有和穆英泽握手 只是说了一句话 该说的 我都和正吉说完了 我还有事 先走了 穆英泽看着擦身而过的 龙顶天脸色很尴尬 但是却没有追出去 还是令狐蓝心 送龙顶天上了电梯 都谈什么了 为什么不仅我的允许就见他 穆英泽非常气愤的 对儿子穆正吉发火道 穆正吉这一次 没有像以前那样惧怕 穆英泽 过了一会令狐蓝心也进来了 看着剑拔怒张的爷俩 不知道该说什么话了 他让我转告您 他好 英泽集团就好 他完蛋 英泽集团也完蛋 这些年他为英泽集团 罢了多少事 咱们心里明白 他心里也有笔账 董事长 董事长 除了退出潘家村改造项目 这是一局死棋 解不开啊 穆正吉摇摇头说道 他真是这么说的 穆英泽不信的说道 千真万确 要是不信 您可以去再问他一遍 董事长 这事怎么办 穆正吉不无讽刺地问道 穆英泽眼珠子转了几圈之后 不再理会穆正吉 转身离开了 向楼上走去 令狐蓝心看了穆正吉一眼 跟着穆英泽走了 到了办公室 穆英泽对令狐蓝心说道 悄悄地 把雷鸣山 给我找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